今天聊国际呢 我们要来聊的是消费 其实过去大家平常说 如果你今天想要把你的产品 推送给你的消费者的话 你要找到目标群众 但是呢这个字眼 其实在日本似乎越来越少见 因为现在有个新的字眼 非常当红的叫做 消灵化 全灵化 而且它也是日本消费市场 非常重要的关键 日本的研究就发现说了 其实现在大家针对 十一住行这种生活方式 发映说不同年龄层的差距 明显减小 而且呢其实这就是商机所在之地 什么叫做消灵化呢 每个年龄层基本上的价值观啦 所反映出来你买的东西都会不一样 现在是慢慢的缩小 其实有一些共同的这个文化的符号 大家都可以看到 比如说像灌篮高手啦 还有捍卫战士等等 即使好像是一个非常有年代感的 卡通也好或是电影也好 其实在上映多年之后呢 还是全灵的这个族群 不管男女老少都非常喜爱 再加上有很多现在是复古怀族的风潮 也是逐渐的新奇起来 甚至呢消灵化也变成 其实现在在日本的消费市场 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尤其呢 下次UNIQLO就是被认为说 哎消灵化做的最好的一个企业 因为它考验的是公司定位商品 跟服务的重塑力 像是这个UNIQLO就强调说 它是为所有人打造 等于说你不论是男女老少 或者是呢 其实你只要任何的族群 你都可以在这边找到适合你的商品 瞄准是放出四海的共同生活需求 主要像是以气候来说 它可能是专门设计说 哎这是天气冷时候穿的衣服 天气热的时候 所需要穿的排汗衫等等 它用全人类共同的这个 对气候的反应来设置衣服 因此呢也被认为是 非常成功的一个企业代表 但是呢当然在日本 强调是消灵化或是全灵化 但是在南韩则是兴起了信念消费 南韩这间食品专卖店有许多特色商品 像是只使用植物性原料制成的纯素新奇 用碎陶瓷制作的花盆 和竹制的牙刷等等 像这样抱持自己认为重要的价值观 并且向身边亲友宣传的消费行为 称为信念消费 去年一项调查结果显示 南韩20到60多岁的男女消费者当中 有高达83.5%的人回答 在消费时跟随自身的价值观 企业从善如流 例如连锁素食店推出植物肉汉堡 或是收集废弃宝特瓶回收再生 提供贩售商品的额外价值 信念消费的观念早在三四年前就开始流行 当时日本对南韩采取经济报复制裁 在南韩引起反日情绪 不但发起抵制日货行动 消费者都厌倦了 对于太过商业化的手段感到反感 先前一项调查指出 南韩20到30多岁的MZ世代 半数以上都是按照自己的信念来消费 尤其喜好标榜爱地球的环保商品 年青世代是当今消费主力 南韩政府跟随趋势 针对绿色创业人士扩大提供资金补助 生产更多具环保价值的商品 TBS新闻综合报道 所以其实在消费商品的时候 或许有人买的是信念 有人买的是价值观 但更多人可能会考虑着说 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实用的 像优衣库的产品 或许大家就会觉得 基本款或许才是王道 的确也反映在他们的营业额上面 除了商品热卖之外 再加上日元扁时 连弹让他们营业额 是比前年成长了20个百分点 达到了2.8兆日元 而且在明年有机会再突破 3兆日元的一个关卡 就连他们自己的会涨 其实也都是这个个人资产 有明显增加 增加了5成之多 当然他也提到说 其实这个资产是达到了354亿美元 蝉联了首富宝座 但其实或许他商人的眼光 看得比较精准的是日本的经济 似乎逐渐的在衰败当中 他甚至点名说 日本必须要接受比其他国家 亚洲国家要更落后的事实 甚至他也点名说 因为大部分时候 其实日本都是用照后镜的方式来 看到他落后的国家是怎么样 来发展经济的 而且他其实说到日本经济 他其实是非常担心了 喊出说 很担心日本的经济会休眠30年 到底为什么呢 他在接受时代杂志的专访的时候 就说了日本政府债务非常庞大 再加上其实很多人 日本人非常诟别的 就是他们工资非常低 再加上其实日本是持续维持在一个 货币宽松的政策上来说的话 他们工资跟国际水准比起来 真的是明显偏少 再加上民众的生产力是相对低多 所以政府跟企业都必须要来 一起进行改革 不过我们刚刚也提到 日本到底要不要升息 或许大家从日本的货币宽松政策 一路看到现在会慢慢说 到底会不会要升息 其实也都是很多人 非常关注的话题 尤其现在各界都在关注说 日本的央行会不会在12月 展开了紧缩货币政策呢 如果真的成真意的话 就是15年来第一次升息 没有想到就在第三季的时候 其实出现了一些 可能没有办法升息的一些讯号出现 就是在第三季的 他的经济比前一季比起来 是衰退了0.5个百分点 其实在今年从开年到现在 日本的经济成长都是明显拼好 就是我们说的 其实还是维持一个 非常宽松的利率之外呢 同时在观光热潮 回到日本的状况之下 其实在第一季第二季的表现 都非常不错 所以大家也在讨论说 有没有可能来升息 没有想到在第三季就出现了 经济的负成长 也是今年第一次的衰退 而且呢 现在在日本通膨非常严重的状况之下 很多东西涨价了 民众不敢买 恐怕也都会出现一个通缩情况 而日本的相关单位 又是怎么看这件事情呢 以日营的总裁来说 太早升息的风险 其实大于太晚升息 意思就是说一动不如一进 但专家也认为说 这种持续宽松的政策 可能会到2025的4月份 但是民众生活这么苦又怎么办呢 其实日本政府也推出了这个刺激方案 就是希望让日本的经济再度的回到正轨 再让我们来看到 其实现在全球包括欧乌战争 还有现在的以哈冲突 都让大家在经济方面 推升了非常多的不确定感 连带让国际的金价水涨船高 来到新的高点 一开始因为年轻小朋友不懂事的时候 就会想说买黄金的饰品 对戒指啊项链之类的 就是会去迎楼买嘛 但是后来再长大一点 研究一点之后发现 其实饰品并没有很保值 要买就是要买黄金元块 那再到后来一点 其实就有黄金存折 然后再还有黄金期货这一类的 黄金具有避险保值的特性 甚至成为美国人第二偏好的长期投资 认定黄金是最佳长期投资的比例 也从2022年的15%上升至26% 甚至超越偏好投资股票 国际趋势不管是政治 然后战争还是经济 都会影响到黄金的价格 尤其是美金 它如果再跌的时候黄金一定涨 然后如果什么 美股说什么要升息降息 其实都会影响黄金的价格 然后再来就是战争 像去年的乌厄战争 然后到今年的尾巴战争 其实这一些也都会影响 黄金投资多年的Catty 也有自己的一套投资学 而确实随着尾巴战争持续超过一个月 更刺激避险买盘 国际金价一度冲破每盎司2000美元 而根据台湾银行指出 在中东地缘政治风险增温之下 避险买盘推升金价 如果战事持续扩大 将激励金价持续走扬 以今年来看黄金的价位 大多落在1800美元到2000美元之间 不过在今年5月初的时候 矽谷银行事件延烧的关系 因此让黄金一度冲高 来到了美元2072 以台币计价现在是一个高点 可是以国际以美元计价的黄金 现在并不是一个到说突破了历史的高点 应该是说在一年半以前 它曾经来到一盎司 以美元计价2082 那现在基本上是停留在美元1900到2000之间 新展银行和瑞银集团更预估 未来12个月 金价可能达到2050美元 而渣打银行更预测 未来12个月的目标价 则是2010美元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COVID-19 俄乌战争 还有这个以哈冲突 基本上有三波的这种推动 我们最近看到黄金的价格 其实虽然是一个处于涨势 但是短期间还是有波动的 因为黄金呢 其实跟美元的这个汇率 还有国际情势 那再包括这个主要央行 它的这个分配 它的这种外汇存底 其实都是息息相关 那所以说很多的因素都会让黄金的价格进行波动 短期金价的震荡 确实让投资者心痒痒 尤其在经济波动和通膨时代来临 吸引投资人购买黄金 当然以持有比较久的消费者来讲 他现在以台币来讲 他已经是创了一个新高了 所以当然一定会有卖出 最近的话买的人也是有在增加当中 因为毕竟黄金是一个抗通膨的东西 现在如果说要买卖黄金的话 他算是一个卖的一个好时机 但是如果要买的话 可能就是要有一个心理准备 大概要放更长期 那未来这个投资报酬率才会比较高 那如果说我们把时间拉长来看的话 大概这个整个的一个正协率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说如果说在这个时间点 想要投资黄金的话 就是要把这个要放时间够久 才能够有机会获利 不过黄金毕竟是随着国际情势 和各界对于未来的经济预测 有很大关联 因此就短期来看 涨幅的不确定性依旧存在 投资前也得衡量能力 TVBS新闻 陈如环 萧英强 李延志 谢丹词 台北报道 TV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个为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 这期典前也得到